还有一个凤爪 这是我比较喜欢吃的 这个汤 广东的汤 我觉得一定要喝 真的好喝 而且还很养生 看我把这车停的位置 我要从这钻住来 忙完了 然后我现在来吃饭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家 Richmond的广东点心 一会儿我跟你们说 这是哪 这就是Richmond 然后可以收支付宝 今天我看了人不多 然后需要在这门口 这站着等着他们 他们就可以过来跟你说 你要几个人坐在哪 这就是他们的菜单 看了吧 玉亭圈 这是我吃过Richmond 所有这些餐厅 然后我觉得他家最好吃 喜欢吃广东点心 一个原因就是 来这可以喝茶 给你一壶茶水 给你一壶白水 你就可以在这很悠闲的一喝茶 会给你两副筷子 一副公块 一副自己用的 一开始 然后我不太清楚 后来他们跟我说 他说离你近的筷子 你就是自己用的 离你远一点的筷子 就是公块 我觉得习惯了用公块 还真真的觉得更好一点 在这喝点小茶水是不是挺好 一栽可以栽一个小时 或者两个小时聊天 觉得特别悠闲 最主要的是 它这东西还不是特别的贵 跟在外面吃一碗面 价格也差不多 我点了一个混合的 有两个虾饺 两个虾饺 两个粉果 两个香菇饺 这样我就可以能吃到三种东西 还有一个凤爪 这是我比较喜欢吃的 这个汤 广东的汤 我觉得一定要喝 真的好喝 而且还很养生 看这汤里有什么 这个姓人 他们好像叫南北姓 因为是一大一小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南北姓 然后还有海螺肉 这个应该叫海螺肉 还有这个 这个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这个是肉 反正我觉得 你要喝惯了他们的汤 然后你就特别想喝 好了 现在开始炫饭 人家不是说吗 鲜核桃美丽健康 好吃 这就是他们说的粉果 我觉得就是咱们的饺子 有虾仁 有肉 还有韭菜 也挺好吃 它外边这个皮儿应该是粉皮儿 来蜂肘 他们的蜂肘我觉得挺好吃 如果一个人吃的时候肯定是多一点 再来一阵粉 这个 这是黑松露香菇脚 这个我觉得蛮好吃 我喜欢吃黑松露那个味道 我喝完了这一整钟的汤 我专门看了一下 这叫圆中 圆中亮炖桃 谁要喜欢 可以过来喝 真的好喝 不过它也没有别的 它也没有别的 它就这一个 不知道它会不会改 但是现在只有它 主要是它小小的 一个人分量正好 减肥 我吃了两个蜂肘 吃了两个饺子 我怎么觉得我要吃四个 怎么吃两个 然后我喝了这个汤 我不能吃那么多 不要减肥 我好不容易降下来的 我会过到什么程度 打包回家 还有第二轮 还可以再吃 就是因为挣钱也是很不容易 而且这块的人 不喜欢浪费 所以他们都是打包回去的 要么就是点的很正好 不会像咱们是那种 点一桌子一桌子这样子 他们这差不多都是一份一份的 正常的话都是一份一份的 外面上除了中餐馆 吃一桌一桌的 所以呢 都要打包回去 这正好 我又可以减肥 然后又可以吃下一顿 这样呢 我这一餐饭 就喝不了那么多钱了 就是这个地方 玉亭轩 就是在richman 然后你们谁要想过来试试 可以来